这些人因涉嫌从事违法违规网络表演活动 发布违背公序良俗视频信息而被列入警示名单 大陆整顿娱乐圈释出最新网络主播警示名单 88人被封杀还首度出现艺人 吴亦凡 郑爽 张哲瀚三名演艺人员 这五人因粉丝量较大且具有鲜明的饭圈行为特点 有可能出现制造炒作话题 生动大众情绪 组织粉丝 雇用网络水军控制舆论走向等风险行为 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 就怕已经被列为猎击艺人的吴亦凡 郑爽跟张哲瀚 转移阵地到网络上当网红 直播带货 因此将他们列入名单 未来就算想透过网络付出也没有办法 而这次总共封杀88人也缔造了有史以来新高 主要又发生逃漏税问题 穿着一身粉红相当有气质的这位直播主 就是被称为中国网红一姐的朱晨慧 昵称雪梨 是淘宝直播排名第三的主播 拥有超过3300万粉丝 被视为马云朋友圈 却因为逃漏税被依法追缴税款 加收质纳金并处罚款2.9亿元台币天价 另外还有他 我最近有个非常大的活动 我要很瘦的话 我就会连续一周晚饭不吃 然后晚饭吃代餐 同样是在大陆拥有高人气的带货主播林珊珊 也因为同样原因最后缴回1.2亿台币 两人已分别认罪道歉 声称将及时补缴税款罚金 同时暂停直播带货 网红明信乱丧不断 官方出手大改革 TVBS新闻成功宏羽佩全特别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